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 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世间万物有轻重之分 那这世上最轻的固体材料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近日浙江大学宣布了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他们研究出一种比红毛 轻了成千上万倍的固体材料 这款固体材料被称为全碳气凝胶 主要成分是碳纤维和石墨锡纤维 而我国的石墨储备量十分庞大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石墨都是中国出口 这种全世界最轻的材料的构造 类似于一个碳海绵 只不过它的重量比海绵轻了50倍 采用将石墨锡和碳纳米管溶液 在低温下冻干后 经干燥去除溶剂即可制成 密度仅为每立方厘米0.16毫克 大约是氢气的两倍 比氮气更轻是空气密度的六分之一 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轻的材料 它到底有多轻 科学家曾经演示过 将一块三厘米左右的全碳气凝胶 放在花蕊和蒲公英上 结果非常纤细的草须和一吹就散的蒲公英 没有任何反应 这款全碳气凝胶仿佛不存在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重量被显示出来 虽然十分的轻 但是全碳气凝胶的结构韧性是十分的坚韧 它和普通海绵一样 能够在体积被压缩至原本体积的80%后 可以直接迅速复原 而且在经历过数千次的压缩 依然不会有任何变化 堪比世界上最强的材料 同时全碳气凝胶还有非常强大的吸油能力 它可以吸收高达自身质量900倍的油污 而普通的吸油海绵 一般只能吸收自身质量的10倍左右 显然这是用来吸附回收海洋中 石油污染的最佳神器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